那個日期與時間函數 第一個那各位可以看到那個綜合練習題裡面 這邊比如有個格式 各位可以看到這個 這邊有一個 在綜合練習題 第一個我們可能要了解 這邊的格式 它實際上存在 那個Excel裡面的是一個日期 2018年的1月1號 可是你會發現 在我們的Excel裡面你會發現 它出現的是 一個民國年 本來的斜線變成點 然後呢月份的部分變成01 也就是說如果我今天希望 各位數字自動補0 那再來最後的話呢 自動幫我加上週期 這樣的訊息 你會想說那這個格式怎麼做出來的 OK也許未來 假如你工作裡面會需要某一些格式 可是這個格式你不會 你不知道怎麼產生的話 那這個地方我們用這個例子來 讓各位了解 實際上 第一個我先切到Today好了 我們用Today這個範例來看 那第一個呢 Today函數前面有講過 它可以自動抓到 我今天的 日期 那利用什麼文字與資料函數裡面 找到Today 所以你看Today按確定 那第二個的話呢 底下這個除塵格呢 還有一個可以取得 今天日期 你可以插入函數 在日取時間函數裡面 有一個什麼 有一個NOW 其實NOW 也一樣可以抓到今天日期 那你會發現 這兩個最後做完之後呢 居然會怎麼樣 一模一樣 那可是如果一模一樣的話 那有什麼差別 其實 Today跟NOW呢 最大的差別 是什麼呢 按右鍵除塵格式 如果你把它改成 時間的話 其實NOW這個函數 假設我選了一個那個什麼 格式是 有年月日 加上幾點幾分的話 如果你按確定 你會發現 在這個除塵格裡面 Today的話呢 它基本上呢 不會有什麼 不會有時間 它就是12點整 可是NOW的話呢 會多出現在的時間 OK 兩者之間的差別 所以 第一個我們大家練習就是 如何取得 你現在系統的 電腦裡面的時間 那有兩個函數 一個是Today 一個是NOW OK 那兩者最大的差別是 NOW除了可以取得 今天的日期之外 還可以取得現在的 10分秒 OK 所以年月日 10分秒 那主要就是說 日期 跟時間 好 那假設啦 我今天呢 想要知道 一些訊息 什麼訊息呢 就是 我希望 把這兩個 儲存格 用Today 跟NOW好了 這個格式化成什麼 格式化成我們剛剛 這個格式 我希望的結果就是一個民國年 加上點 加上 就是如果月份的話呢 自動鼓鈴 然後呢 加上週期 那這個訊息要怎麼把它變出來 第一個 選舉這兩個 儲存格 我用一個 DEDEGNOW 按右鍵 儲存格格式 那理論上 有一些格式如果有的 你可以選 可是有一些格式沒有的話 其實 你可以藉由 我制定 可以把它變出來 比如說像我們剛剛這一題 第一個請你選擇 日期裡面的 中華民國例 OK這裡的話 請各位看一下 我們本來西例對不對 如果我今天要民國哪一年的話 請你找到 中華民國例 不過這個地方有一個 問題就是說 中華民國例 只有在台灣的那個繁體中文裡面才有 這個 其他的那個 環境也沒有 那我找一個接近的 哪一個比較接近的 我找那個 這個 90 斜線 3月 14這個 那利用這個做什麼呢 我來修改 所以第一個先找個接近的 第二個 修改的方式 請你點選制定 點制定之後呢 怎麼修改 記得喔 這裡面切過來之後 第一個 請你把斜線 改成點 直接 改點就可以了 然後 第一個 斜線改成 字盒有點小 所以 改的時候要特別注意 好 第二個的話呢 請你 因為如果我要各位數字 補0的話 有個簡單的方法 M的話 請你打兩個 MM D的話 改DD 有沒有 點改斜線 MM DD 再來怎麼樣 如果我後面希望 加上週幾的話 今天禮拜幾 刮壺 移到中間 如果我希望知道 今天是週幾的話 很簡單 輸入三個小寫A 1 2 3 你會發現喔 當我 輸入三個小寫A之後 他這邊會出現週幾 那如果像之前有同學說 老師那如果我要星期幾怎麼做呢 很簡單 再加個A 星期幾出現 這還蠻方便的 那按個確定之後 你可以發現 這個就是我們要的格式 有沒有跟 剛剛後面 做的結果是 一模一樣 但是你想說 我想 應該沒問題吧 這個按右鍵 出現格式 先找日期裡面的中華民國利 找接近的再制定一下 那制定的話呢 制定完之後 你想說 那剛剛為什麼 這個地方 AAA 會是週幾啊 其實我是主要是用查的 那怎麼查 切到日期裡面 切到 切回到西例 找一下 西例裡面會有週幾 週幾之後有沒有 一樣可以切到什麼 制定 那你會發現 制定的這個地方 他就會出現 AAA 前面中華服這個是語系啦 比如說我們是繁體中文環境 所以前面 什麼 前的符號一個 那個40是這個是 繁體中文語系 後面的話實際上是AAA 有沒有 週幾 所以呢其實我可以 用查的 查什麼 以後啊其實很多格式如果 電腦裡面沒有的話 你可以用 什麼 先查第一個 再查第二個 把它串在一起就好了 所以剛剛這一題 基本上是什麼 直接拿來改就可以了 所以我直接把這個AA 補在 我們剛剛的這個制定後面 做出來的話基本上 各位可以看到 就是 會是 最後的結果 這個當然在 我看 在我們那個 這邊也有 OK 就是 格式的地方 制定格式部分 這個第一個啦 所以請各位先 試著把那個 我們需要的格式 給制定出來 主要是希望 後面還會有週幾的訊息 第一個 如何制定格式 第二個的話呢如果說我今天希望做第二件事就是 奧運會 假設奧運會是 2020 2020年的 哪一天呢 假設8月16 好了 那我想知道就是說 2020年的8月16 那倒數計時 今天距離奧運會呢 相差幾天 相差幾天 那我要怎麼去算 這個天數 基本上一個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什麼 把 這個日期 減掉 今天日期就可以 OK 減完之後呢 回來就會是一個數字 所以等於什麼 如果 倒數計時 等於什麼 等於這一天 我用 這個 倒數計時 等於什麼呢 等於 我們的 比較未來的時間 就是 這個時間 減掉什麼呢 減掉今天日期 那今天的話呢 直接打 就可以啦 直接把那個 的對函數 加在這裡 小瓜糊 打勾一下 OK 那你會發現 日期 減日期 回來還是一個日期 那你只要做什麼事呢 按右鍵 儲存個格式 怎麼樣 把它改為通用就可以 這個地方的話 可以把它改為通用之後按確定 你會發現一個秘密 倒數時間就出現 那你會想說 你想說那為什麼日期點日期可以是一個數字 是幾天 其實跟各位講一下 這邊的話呢 基本上呢 如果你把 日期格式 日期按右鍵 儲存個格式 你把它改為通用的話 你會發現一個秘密 什麼秘密呢 它基本上 一個日期就是一個數字 也就是說呢 想說這個數字怎麼來的 44059 這個數字 根據那個官方說法 就是 今天這個日期 跟1900年的 1月1號 相比較之下 相差幾天的意思 OK 那也就是說呢 如果比較未來的時間 那個數字會越來越大 越來越大 那所以呢 基本上 如果你把日期 減日期的話 只要是後面日期 減掉前面日期 減完之後呢 就是它相差了幾天 所以日期的計算 最簡單的方法 減完之後怎麼樣 再把那個 剩餘的天按右鍵 除了格式 改為通用就可以了 OK 所以 日期前日期 比較簡單一些 但是喔 後面可能會比較麻煩是 如果是減完之後 我要算相差幾個月 或相差幾年的話 相對的會比較麻煩 因為 月份喔 它不是所有都30天 它有31天 有28 有29 然後呢 年的話也比較麻煩 因為 當然基本上365天 可是如果論年的話是366天 會多一天 那我怎麼知道哪一些要多一天哪一些少一天 所以基本上喔 假如說 你要計算 年跟月的話 我建議各位可以用另外一個函數 切到隔壁這個練習 所以請各位先練一下奧運道主計時喔 這個地方直接天數減天數之後 再把它改為通用就可以 那一般的格式喔 我們用 標準的日期就好了 OK所以天減天 回來是一個數字喔 好那如果我說呢我今天 要算出什麼 年跟月的話 我建議各位可以學會一個函數 這個函數叫datif 這個函數還蠻重要的 因為你要算什麼 算年跟月喔 用它就沒錯了 可是它這個函數喔 有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 就是 之前我們用插入函數 會看到 函數在裡面 可是這個函數比較特殊 它沒有在清單裡面喔 主要原因是因為 這個datif的 專利是 前一個版本 Excel之前喔 很早以前 DOS環境底下 有一個LOTUS 它為了要 相容於 LOTUS 所以把LOTUS的 函數帶過來 但是有專利的問題 所以它沒有辦法把它加到清單 可是它可以相容於LOTUS 所以你可以用打的 所以這個函數比較特殊 很重要 但是 插入函數 不會顯示 可是你可以用打的喔 所以呢 底下的話呢 請各位切到datif 看一下那個年齡的這個練習 如果我今天希望 如果我今天希望 產生 底下看到的喔 這個人的生日 那他的年齡 請你告訴我 他精確的天數 精確天數包含什麼呢 他幾歲 幾個月 又幾天 所以這邊有N嘛 N 那N的話就是你要算的 那你要怎麼把它算出來 我要看到的結果 他這個人幾歲喔 前面有算過幾歲嘛 可是 他沒有 如果我要再精確 到 幾個月 又幾天 那這個函數喔 我覺得這個函數比較厲害的地方是 如果你要算年的話 他可以用Y 如果你要算月 還有M D的話其實不重要 反正你可以用天數相減就可以 另外他還有個什麼YM YM值是什麼 如果你算完天 算完年之後 你 算完年之後 在兩個日期相差幾個月 你可以用YM 實際上這邊有個什麼 因為你歲算完之後 剩下的月你可以用YM 那MD的話呢 就是 你算完 年跟月之後 假設年跟月之後 相差幾天的話 你可以用 MD 你們可以先練習一下 這個 結果的話 就是 直接在這邊 不過特別的話 Dedif不能用插入環數啦 因為這邊裡面找不到 可以用打的 不過可能要注意一下 這個打 不要打錯 等於什麼呢 等於 Dedif Date 加Dif 前刮壺 前面的日期 豆點 後面日期 就是我們 假設用上面的練習 旗子日期 結束日期 豆點 雙贏號 比什麼 比Y 就是相差幾年 後瓜壺 OK 所以打勾之後 相差 20 26 那不過特別注意喔 Dedif 跟前面一題 我們講到那個 Ear-Ear 最大的差別是 Ear-Ear 他不會管你生日有沒有到 但是 Dedif 他會算 你的生日有沒有到 生日到了 才加以稅喔 所以你可以試一下 如果把那個結束日期有沒有 8月15到10月12 當然他生日到了 所以你可以把這個 10月12改成8月12看看 如果你改一下 Enter 你會發現喔 後面的那個什麼呢 少一年了 本來26 那你把前面結束日期改成8月12的話 那 因為他的那個 有沒有 生日還沒到 所以會少 1歲喔 OK 所以特別注意 Dedif 比較精確一點 也就未來如果你算年齡 要精確到 幾月跟幾日的話 那記得用Dedif 可是如果說不是精確 只要算年的話 你可以用Ear-Ear 所以這邊的話呢 第一個 第二個你可以把它向下填滿 然後呢 再來去改後面的參數 第二個是Enter 相差幾個月 313個月 當然這裡的話 如果你把這個月的 後面的日 它一樣 它會去算說 你有沒有滿 那一天 所以 假設你10月12 把它改成10月15的話 Enter會怎麼樣 多一個月有沒有看到 本來313 如果我把10月後面的日期 改成10月15 後面呢 又多一個月了 意思就是說 他會去幫你檢查 他兩個 日期 有沒有滿 如果滿了 再加一個月 沒有滿 就不加 所以這裡的話 那個M的部分 D的話是什麼 你可以在下面這個 把那個裡面的參數 直接改一下 改D Enter一下 9554 其實 這個 算兩個日期相差幾天 其實用Dedif好像 不一定 比較方便 有時候等於什麼 等於 後面日期 減掉 前面日期 打勾 有沒有 一樣 結果一模一樣 那如果你用Dedif 跟用 兩個日期相減 好像感覺兩個日期相減 好像比較簡單 OK 所以特別是Dedif 比較好用的地方 應該是算他的 年 跟他的月 日的話呢 其實當然可有可無啦 如果你未來 算兩個日期相差幾天的話 最簡單的方法 就直接減就好了 減回來如果我說呢 他的格式是日期 你就把它改為通用就好了 OK大概就這樣 再來的話呢 YM 那什麼叫YM 因為呢 他會考慮到 那個月有沒有滿 滿的話才 多一歲 所以 如果說呢 假如說我今天 年已經算完了 那我不考慮 因為我們等一下 這個題目裡面是精確到月 還有天 所以如果說我今天已經算好年 稅的部分 那稅的部分扣掉已經不管了 那 後面的 這個月 後面的月 有沒有 相差 就是不管 年的部分 相差幾個月 應該懂那個邏輯吧 其實就是 我不管那個 年兩個月份相比相差幾個月 特別就是 8月15 到 10月12 這邊相差一個月 有沒有 如果說呢 那當然 我把那個 10月12改成 10月15的話 Enter 多一個月 有沒有 就是不管年喔 主要是配合什麼 就像你要算精確的 年齡嗎 那你算完年之後 剩下幾個月 其實就可以用YM來做 另外還有個 YM跟YD很像 M指的是 算 不管年之後的月 那 YD的話 是不管年 的日 相差幾天 把月 相差幾個月 改成相差幾天 這個用到的機率可能比較低一點點 大概知道一下 所以 兩個日期相差 你可以把它改成 YD 那再來就是 MD MD的話呢 實際上就是什麼 如果我 年也算完了 我月也算完了 那剩下還有日 那我想知道說 這個年跟月不管 年跟月不管 15號 到12號 相差幾天 意思就是說 後面有一個精確年齡嗎 那我算完月 算完歲 算完月之後 還有幾天 那實際上就是可以用MD來做 最後做完之後按確定 你會發現 這邊會出現什麼 這邊改成MD Enter 27天 那你想說 老師那這個地方 15號 這個不管 12號 為什麼是27呢 特別注意喔 如果後面的數字比較小的話 他會當成是 下個月份 這個月的15號 到下一個月份的12號 相差幾天 所以這邊會產生27天 但是如果說 前面的日期 比較小 後面的日期假如我把他改19好了 Enter 他就什麼 後面日期 就是把他直接減對不對 差4天 好 那如果說我今天 要算出精確年齡 請各位試一下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可以等於 這個一樣 Dedif 錢瓜糊 前面的日期 神日 豆點 跟哪一天比 跟今天比 Today 小瓜糊 小瓜糊 豆點 比什麼呢 幾歲 先歪好了 Enter 44歲 可是問題來了 向下填滿 但是 稅數算得出來 可是 我們要的不是 幾歲喔 而是什麼 而是要精確到什麼 月到天 就是月到天 所以這個後面喔 那我要怎麼樣剛好 把這個 放到這個後面 要一個完整的敘述喔 OK 請各位試一下 這邊可能會需要用到 串接的概念 一樣跟早上講 and 串在後面 串什麼 串 稅 豆點 然後再一個n 這個n 把它串進來 串進來 OK 試一下 這個地方 如果可以的話 看有沒有辦法 那這樣的話 我們很快的 就可以算